骂声一片 因为当年的极挑是剧本都写不出的名场面 我告诉你 就是在孙宫的包里 就有一颗炸弹 我这里真有东西 那咱们就下车 赶紧下车 不许下车 挂头那咱下车吧 不许下车 还有一颗 这一炸直接把这一剂炸上了综艺天花板 试问用炸弹吓唬嘉宾哪个节目敢这么玩 然而拼命的是还不只是海岛求生这次 在黄渤作为老鼠要躲避迅猫的抓捕时 黄渤和王迅为了迎进选择极端手段 作为靠海吃海长大的青岛人黄渤 看见眼前的河响都没想就一跃下 反观迅猫虽然自己水性不好 但看着跳水的黄渤不知有什么吸引力似的 也许是召唤出男人至死是少年的一面 他竟也跳河去陪黄渤 不过他还是比不过海边长大的黄渤差点就溺水 若不是黄渤紧急救援恐怕王迅会有生命危险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俩跳河殉情呢 这一段综艺效果直接拉满 而孙红雷作为极挑最不守规则的破坏王 虽然瑞利极大但也是最不可控的那 当他被绳子拴住时 直接在栏杆上三下两下就磨断 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拴得住帅雷雷 只要大哥在急挑就不会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只是这个过程有点费导演 以前的急挑确实够新颖够感弯够炸裂 嘉宾们出其不意的举动和导演的放过 也让老急挑收获了非常不错的综艺效果 曾也有人质疑到当年的急挑有剧本 毕竟没有哪个综艺效果能有急挑这么巧 黄磊还开玩笑地回应 我们一部当时写了70多个剧本 我们每个人都费两个剧本 现在这个台词我费的还可以 我还没手我还没手 我还没手 我们长期依靠这个设计 我们那个密码其实都是零零零 不过这番说辞真正了解急挑的人压更不行 因为就算是有剧本也不会按剧本的 毕竟三经不屑于看三傻根本看不懂 而自从严敏退出男人帮们也相继离开 极限挑战的口碑收视率一路暴跌 这才让观众们看到剧本的痕迹 到极挑六时老男人帮就只剩下王迅和张艺兴 然而这俩老成员也挽救不了这尴尬的节目 这季处处都透露着刻意和极其的不自然 首先是游戏环节抄袭寒中心西游记 看图识人戴帽踢球这两个环节 完全照单完全汉化 除了抄袭极挑六最大的问题是哪 节目环节处处透露出刻意 岳云鹏去诉人家里完成愿望清单 结果开门的是两个小孩 而且他们家里刚好有两套爱杀的公主群 也刚好其中一套是岳云鹏的尺寸 谁家里会买一套大号的公主群挂墙上供着呀 显然这是节目组故意安排的剧本 当小孩妈妈着急出门委托王迅岳云鹏在家带孩子时 小孩在两人脸上作画 画完之后妈妈刚好回到家 刚好今天是男孩的十岁生日 随后走起暖心路线这几人开始为他庆生 咱就是说这巧合简直多到离谱 邓轮外出座任务时 刚好就有路人等着他过来 甚至人家身上还别着麦克风 如果要说这不是演员可没人会信 这剧本痕迹直接明显到一眼就能看出 就算新导演澄清没剧本也不可能有人信 如今的急跳又满满剧本和干大的游戏 一步步走向了下坡路 当年是挑战极限